在美国校园里 酗酒和毒品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标签 大麻 冰毒 可卡因 这些在中国觉得害人听闻的毒品也很容易得到 初来乍到 渴望融入校园氛围的同学们 会收到各种各样新鲜尝试的邀请 所以事先了解各种毒品的危害 关键时刻做出明智选择 要比入了坑上了瘾再来后悔 要好得多 虽然大麻在某些地区合法 但在纽约州娱乐性吸食大麻还是非法的 吸入大麻后会出现所谓的嗨感 那是因为大麻中的化学成分刺青大麻分刺激大脑 形成扭曲感知 相比海洛因这些硬毒品 大麻的成瘾性和伤害性要小 但这玩意儿有个称号叫入门毒品 也就是说大麻带来的快感 会随着身体耐受性的增加而降低 之后你会更容易接受曾引以为戒的高端毒品 以寻求更大的刺激 而且有研究表明 每周仅吸食一次或两次大麻 也会损伤大脑的核心结构 比起没抽大麻的人 近期吸过大麻的人 在记忆、认知领域、资料处理速度 和高层次的执行能力方面 明显表现较差 如果是大量或长期使用大麻 则会诱发精神障碍、偏执和妄想 甚至最后出现自杀倾向 2.迷幻药 迷幻药是一种能改变认知与知觉的精神药品 摇头丸、LSD、茉莉、魔幻蘑菇 都是美国校园里比较流行的迷幻药 摇头丸的英文不叫Hate Shaking Peel 它叫Estasy 主要成分是MDMA MDMA可以让大脑分泌血清素 短时间内让人变得精神亢奋 滔滔不绝 喜欢和人接触 但药效退去后 带来的就是抑郁、焦虑、肌肉紧张、恶心等副作用 国内俗称的贴邮票指的是LSD 它是已知的强度最大的迷幻药 相当于一粒沙子十分之一的重量 就能让使用者出现长达12小时的感官和自我意识的强烈变化 使用过量 会出现恐惧、焦虑、幻觉和暴力倾向 而且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3. 吹气球 最后再说一下吹气球 如果有人问你吹不吹气球 它们不是在和你商量如何庆祝生日 而是问你要不要吸气球里的一氧化二氮 也就是所谓的孝气 孝气是一种麻醉性气体 这种略带甜味、凉丝丝的气体吸入后会造成大脑轻度缺氧 出现短暂的心快感 但长期滥用会导致体内维生素B12和液酸的代谢失调 出现神经系统损伤、大小便失禁和肌肉抽搐等症状 孝气滥用的最大风险是造成氧气摄入不足 血液中的氧含量减少可能导致大脑损伤 而体内高浓度的孝气会使人失去知觉 丧失意识甚至死亡 所以同学们 我们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是来寻找人生的意义的 不是花爸妈钱来这里吸毒的 年轻人 我们的路还很长 还有鲜花 还有阳光 拒绝毒品 从自己做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回见